高銀集團 潘蘇通 大家應該會聽過這個名字 搞得不是一鑊譜 一百鑊也不止 曾經 兩敏成名 哇 有些人說一敏成名就很多了 潘蘇通厲害 在台上 抱著這個 嘴嘴下去 跟著 左手又抱著這個 阿嬌右嘴一嘴 哇 整個台上 不斷表演石石 下面都不理你 一大堆的記者拍完 明天全部成為頭條新聞 這個潘蘇通真是兩敏成名 誇張吧 所以 今天要講一下 敗家狗 潘蘇通 和大家講一下 為什麼國內的 投資者那麼誇張 搞得東西越來越大 那鑊爆露那麼誇張 真是 不大鑊他們不搞的 去到 真是要破產了 千職 還在那邊借錢呀 繼續撈大他呀 刺線的呀 為什麼呢 很多人就是很不碰的時候 很害怕呀 很害怕呀 縮了 他不是呀 越不碰 越要撈得大 越撈得大 當然爆得快 但是 斗嶺也不害怕 這種 這種 土豪 我在北方 北京的時候見到很多 大家可能真是 不知道中國這群土豪的心態 為什麼他們那麼瘋了 已經有幾百億了 上千億了 什麼都有了 還是狂地撈 為什麼 我一會兒講的心態給他們聽 你會發現 是的 如果是我 我也要撈啊 我也是這樣呀 學習啦 劉電堅今天 把這些土豪的 心理狀態 真實的情況告訴你 因為我看到一些 比潘蘇通 很誇張呀 嚇死人呀 很有錢呀 有機會看到他們 又跟他們聊天 所以知道這些心態,一會兒告訴你 好,潘蘇東1963年,比我還小,在廣東小關出生 大家都是廣東人,跟著她的婆婆生活 十三歲的婆婆,生癌症,過了一輩子 於是,家人扔了去美國,因為要跟一個繼祖母 去到美國,就讀書了,結果不想上學 讀書當然不好,英文都不可以哭哭聲 終於算了,大家到了1984年,就回到中國 回到中國的時候,說不太好做 曾經試過跟官員開車,做司機 一丘刊說過是這樣的,但實際上應該不是在深圳那裏做 應該是在韶關那裏做司機 好了,當時廣東人很喜歡做什麼呢? 就是加工出口,又或者加工來銷 廣東人,很厲害的 這裏做些,這裏做些拼湊賣,一大堆東西 成為一個產品,賣出去 你看到很多電腦商場,諸如此類的 最初當然不是電腦,是電器 記得,掛牌下去,說什麼牌,什麼牌,什麼牌 很多這些東西 那麼,這個潘蘇通也是走了這條路 借了些錢,於是去搞一些雜密的東西 最主要是日本的松下,Panasonic的電器 用掛牌的牌子,諸如此類的東西 可能掛牌的話,賣10萬個,諸如此類的東西 總之給你錢,就不斷生產大堆東西 用Panasonic的名字 在國內因為有牌子,不斷送出買 總之用家庭製造的手法,砌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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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大堆零件砌砌,就是一件電器又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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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夠便宜就可以了 那時候,南方做了很多的 不斷推給北方 北方那時候還沒這麼快發展到 於是很快就賺了一筆錢 這個潘蘇通覺得自己很厲害 於是繼續,在1993年,就來了香港 對於廣東人來說,那時候說 目標就是要去香港,因為為什麼? 香港高尚跌,你有香港的身份證 做了香港人,你可以出入更容易 還要在香港那裏買到樓,你就了不起了 潘蘇通那時候就當自己是一個香港人 說廣東話而已,始終是香港人 於是就開始主要做這些生產家庭電器的生意 嘗試過有個笑話的 在步伐湖,就有一次跟那些朋友 去到廣州那個白天鵝賓館那裏吃飯 那些人告訴你,這個很高貴的 判訴冬的時候就賺了錢 就跟那些服務員說 我現在要點菜,你就幫我做一個一萬元的菜 這麼誇張,說錢來算 多誇張,這些就是土豪 有錢要亂用,不是土豪 當時的廣東人也是,喜歡來香港就是什麼 顯示我自己了不起 第一,在香港買一間豪宅 那你就了不起了 第二,就是拿外國的身份 拿一個passport,或者居民證 這樣就行了 終於,潘蘇通搞一下 那幾年就成為了美國的公民 應該是拿綠卡 投資這樣就行了 2002年的話,潘蘇通就開始 有更多的錢 進行他自己人生的 更加大的一個計劃 做什麼? 搞地產 首先 他認識了英王的楊先生,楊老闆 跟他買了一間英王科技資訊公司 上市 然後他成為成立了這個 改名 就叫做 從日通訊控股有限公司 還曾經試過找了twins 所以在台上認識twins 還有謝寧峰還有代言人 給錢不要緊 就行了 這個2008年的時候 他再將從日通訊 變成公銀地產控股有限公司 他知道為什麼 要發大財 就要做地產 當然啦 李嘉誠做地產 對不對 當時 這個金融風暴發生了 大家也知道 之後是怎樣 不斷引銀子 不斷引銀子 哇 每個地方都引銀子 銀子多了 當然是 全部的資產 就不斷飛升 所以 只要你能夠當時進入了這個市場 你真的 什麼鬼都 八把聲地上升 所以高銀國際 當時這個潘蘇通 哇 了不起 就拿著這間上市公司 發展他的 地產行業 又去經營酒店 做馬球會 但是主要當然是做 房地產的開發 然後 2008年底 潘蘇通就買了一間 另外一間 港益國際上市公司 然後 轉了名叫 高銀金融 哇 搞搞一下 沒什麼事件再特別發生 他已經擁有了高銀地產控股有限公司 高銀金融和高銀證券 還有從日數碼 這幾間公司 多誇張 一大個集團 真是很了不起的 這個潘蘇通 成為了大家 哇 很了不起的一個大老闆 因為 那些 物業 那些投資的東西 不斷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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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大堆人都是這樣 潘蘇通是其中一個 做地產更加快 更加風降 更加瘋 很多人都認為 看到潘蘇通的人 跟他聊天 跟他交手 就說這個人很討厚 一時 就建摩天大廈 一時就去買酒莊 搞馬球場 很誇張 最主要大家聽回來 就知道一個叫高銀天下的項目 就是07年 2月 潘蘇通用20.26億人民幣 買了天津兩幅地 然後計劃要建一間 117層高的 最高的摩天大廈 裡面還有700棟的豪華別墅 還有馬球會 不單止高銀天下這麼厲害 還要去發展酒莊 先不說酒莊 說是1995年開始 高銀國際 這個潘蘇通就說 咦 我們這個大大喜歡踢球 我也去玩一下足球 於是他就創辦了這個 廣州從日足球俱樂部 哇 到處買買買買球員 但是搞得不好了 由降班又升班又降班 升班 最後2000年 淪為月級 最後解散了 但是六年之間 玩一下玩一下 就不見到億幾 沒所謂 那潘蘇通說 玩完就糟了 然後 到了這個量化寬鬆之後 他的錢就越來越多了 就不只是玩這些簡單 一一年的時候 參加 即是交這些 去 香港馬會 做馬會 會員 買了很多匹馬 什麼叫守風順 大運財 還有一匹叫 事事為王 但是一匹事事為王 嚇死你了 兩千萬 買隻馬都兩千萬 老闆 厲害了 所以潘蘇通真是一個超級討號 兩千萬 沒所謂 多厲害 接著 還要去收購牧場 既然馬那麼好玩 有這麼貴 即是生意 不要緊 我扔錢出來 最好的牧場 去了南 澳洲 那個地方 買了一千二百五十七毫 很出名的 叫 靈西牧場 打算發展繁殖馬 即是養馬去賣給別人的事 真是很誇張 好了 搞完馬了 吳國 過癮 有錢人 要買酒莊 去了美國 用五千萬 買了絲龍酒莊 還買了三個很名牌的酒標 全都買了 然後 2013年 又去用1.46億 去波刀 發覺 又買了三個 發覺這些波刀的酒莊 佔地三十七萬 真的 你聽聽 這些土豪的誇張 你只是這一大堆東西 老實 以我拿到的資料 當然是一部分 但是 我覺得都不要搞那麼多 因為只是這些大堆東西 已經很誇張 中間有些他又知道 或者你又沒有記載 等等 有一大堆這樣的東西 這些土豪就是 買買買買買 哈哈哈哈 我很有錢 只要來銀行 貸款給我 就買 貸款給我 我又買 很誇張 要買的東西 又打包 又再外面銀行 又再拿錢 又再買 這些就是大陸的 新發財土豪 總之就是有錢 潘蘇通條 賣賣 賣酒莊 賣賣賣裙 賣布 而且還 тру 賣人 她的 這麼多 最重要是買 聰明的人 和她做工作 包括鄭玉桐 已經也服侍了開 29年的家廚 她名叫譚錫倫 這個人 高級Doors 理性 等於 HD 旁時 曾經跟外面有訪問時說潘蘇通 他只是要進口的東西 很簡單的花奶一定要進口 我不要國產的東西 這些就是土蠔 看到自己的身份 我要外地輸入的好東西 我以前試過去北京那些土蠔怎樣 很誇張 全部不吃外面的東西 他自己種魚養菜 是養魚種菜 一大片東西 又請我吃蠔子 蟹蟲等等 他自己養的 很誇張的 總之所有你吃的菜 全部都是自己做的 有些人甚至瘋得 自己養的魚船 就可以出海捉魚 很誇張 所以這些就是 我們看到很多在北京更誇張 真的 因為搞電影呢 很多超級大老闆 就很想 我要啟重哪一邊的女兒 我想捧她 我想引誘她 跟她一起 於是 想抓導演出來跟你聊聊天 我們經常都是那些 真的很誇張 一坐就二、三十人 這樣 叫這個 叫老子 沒見過這些食品 很誇張 走啊 一大堆 只要你是導演 她就喜歡你 叫在一起 多開心 找幾個美女 誰想拍戲 來來來來來 導演 跟你聊聊天 然後她就請你吃 很美好美的東西 很多這些 超級土豪 十幾二十架豪車 一堆出來 嚇死你 很想被人見 沒人知道我有錢 怎麼辦 很厲害 好 好 然後買完酒莊之後 就給她的女兒 她的女兒 叫Janny Pan 你打你 她曾經在高盛財務部 做過事 於是 給了這些酒莊 全部給她的女兒 去打你 厲害 好 好 然後 因為她跟英王很熟 剛才說過 抱著阿莎 抱著阿嬌 因為他們 做什麼代言人的活動 一人醉一口 哈哈 多少錢代言費 沒所謂 是不是 這個 就可以立即成為了頭條 所以 我放下了這些照片 大家一定要見識見識 判數通 不得頂 你想不想 你又想做土豪 有得嘴 還可能 還可能 同一些人 這些老老 諸如此類 你會猜到的 好 好 這個 潘蘇通和國內的土豪都一樣 不停地加大財務槓桿 總之 有人願意借錢給他 越借越多越好 按呀按呀按呀 借一借一借 在香港還要用了25億 買什麼 買了個別墅 哇 隔壁的是誰 李嘉誠呀 可以吧 很漂亮的房子 住在李嘉誠旁邊 這樣就顯示到 地位 真的好像李嘉誠那樣 到了2019年 不是很遠而已 2019年 是不是才幾年前 福布斯 排名香港富豪 說這個本蘇東 已經去到第16位了 一路一路爬 很快很快拍著李嘉誠 好像是這樣 但是其實大家 那時候就說他有50億美金 現實就是 已經借了幾百億 這個就是嚴重的問題 如果市場有什麼三長兩短或者回一回 那麼這個本蘇東 這個本蘇東又如何 看看 好了 這個高銀 是說要開這個高銀天下 在天津建一個超級高的 摩天大廈 原本就說2014年 就要起源 結果 2015年才封到頂 但是 一直在這裏 裏了幾十億 大哥 不行啊 再裏再裏 結果十幾年來 總共裏了400億人民幣 你真是想不到 但是最後 裏不完 變成爛尾 你真是誇張到 有沒有人敢想著 就是這樣 他就是一直在這裏 就可以了 總之一直就行了 去吧 一直在這裏 建完就行了 就會發的 然後 就是這樣 一直 把錢拋進去 拋一下拋一下 發覺 沒有再錢了 那又怎樣 就蓋不完 就變成 全中國 或者全宇宙 歷史上最誇張的一個 爛尾樓 說不誇張 18年 潘蘇通曾經試過 投了一個 啟德的地平 結果當然又不行 又是要賤賣 又試過 買荷文田 用私人的 搞這個澳門 蓋了一些樓 然後就四度延遲 要交樓 結果 地政處竟然 破天荒 沒試過 停止他 不讓他賣樓 不讓這個受樓 同意輸 挺誇張 接著 你敗不到樓的工程 拿錢拿回來 那樣的事 結果 又是 成為爛尾樓 這件事 還未 還未 有結案 不知怎麽搞 法庭那裏 沒有看到 答案 好了 到了2022年 7月8日 中國信達就向這個高民控股 高銀天津 從日 資訊 潘蘇通 這班 公司 個人 追債74億 跟著中信銀行 又追債80億 貸款 就是這個潘蘇通 擔保的 結果 故事就出現了 2022年7月 高院就頒領這個潘蘇通破產 公司也清盤 故事就是這麽簡單 這個潘蘇通一直以來 他 他 其實 債務都很高 但他 沒有停止過 總之有人肯借錢 他就繼續滾 繼續買地 地鐵上蓋 諸如此類 繼續買 從來沒有停過 大家會覺得很奇怪 喂 很不可以 不是應該要收手 你不是應該要害怕 不是 我現在拆解這個原因給大家聽 正常的香港人會想一下 我借了這麽多錢 有什麽事 就很嚴重 那不如 你有幾億 十幾億的時候 都停 停 不是的 那兩人是怎樣的 第一個解釋 你知道嗎 你在中國 大陸 長大 你要賺到錢 你一定要做一個 行為 賄賂 對不對 要記住 賄賂這個行為 在中國來說 賄賂 10萬元 都是坐一輩子 對不對 要抓你的 足夠了 你坐一輩子 可以的 隨時可以判你一輩子 10億 又是坐一輩子 要抓你的話 100億 都是這樣 1000億 都是一樣 所以對他來說 這一班這樣的土豪 他是不害怕的 因為為什麽 要對付我 有關當局隨時都可以 但是反而 你借得越多 搞到那個舊東西越誇張 他不敢動你 因為為什麽 喂 你動我的話 沒有人搞點這件事 包括恆大 對不對 恆大都是這樣想 許家印 我搞到這麽大鑊 很多人沒有飯吃的 你是要我 慢慢搞好他 不如這樣 留價繼續動 那就沒事了 因為只有這個方法 不是 那些借錢給我的人 銀行也好 那些供應商也好 都死了 一夜 很大鑊 結果真的很多次都是這樣 中央都是 害怕的 你快點搞回去 慢慢搞回去 諸如此類 放告他們 所以 在國內這群討好的 他就想 因為在過程當中 他 賄賂了很多人 給了很多益處 那些人會跟他 碎中央 會跟他搞定 因為為什麽 不能拉著你們 下水 如果我壞 可能我爆了你們出來 你們也不行 你的官 紅二代 什麼什麼什麼 那群 全是有縫有縫的 你也有拿利益 你想不想我爆你出來 抓了我 我都說出來 所以 我搞大鑊一點 那就是更多人 牽連到 所以中央可能未必會動我 越大鑊反而不會動 因為你牽連太港 第一 社會的問題 會很嚴重 第二就是 周圍的人 必須要救你 不救你一起死 但是反而 你做得小小的 牽涉的範圍太小 哎呀 沒有救他 有他死一起打死他 這個就是 土豪的 心態 還有還有一件事 可能你們不明白 你不要以為他們傻傻的 他就明白 原來你們玩這個 資本遊戲 最後是什麼 破產 破產不是打爆 打爆 你看 何況是 破產 那又怎樣 所有這些通訊都是這樣 找了子女 把一些錢 比如說 我有10億 我給了1億 放在外面 再錄再借 100億 放10億 1000億 放100億 明白嗎 越錄得大 就撕了部分 不覺的 走了去 那這些 必要事 人家動不回來 去了外國 對不對 但是那些大堆 全部錄回來而已 越錄得大 我就越 推得多去外國 喂 你也懂得看 這個許家印 那些 公司債 全部是 美債來的 美金 美元債來的 他自己擁有很多 那 一直分紅給他 他就拿去外國 明白嗎 所以所有這些土豪都是這樣 自己繼續錄 繼續錄 錄得多少 越大的話 越不危險 有更多人拉在一起 一死 一起死啦 來救我 對不對 最後真的爆煲 不要緊要 因為在錄大的過程當中 有很多東西漏了出來 就自己扔呀扔呀扔呀 大家不覺得嘛 因為那個東西錄得大 所以有得遮就遮 有那麼大就那麼大 讓鑊更大 不要讓它爆 因為 是人家不想它爆 一爆就大家一起爆 所以你要明白 兩種心態 第一 你太小的話 你根本就有賄賂 一定是這樣 要打你把 明天都可以打你把 反而大的話 忌手忌腳 第二 就是 在中間已經錄了很多次 沒有所謂啦 鎖死了 明白嗎 所以 越錄得大 反而 越安全 這件事情 你看 許家印最多就是捉了 都不用打吧 對不對 黃建林 還非常 活躍 還在救自己的集團 很多 老闆 普通都是這樣 這個是在共產主義 這種的體系之下 他們 學會的生存 模式 你信不信 香港日後都會變成這樣 當然啦 難就難一點啦 為什麼 都說啦 南方人 真的很難得到 在中央上面的一些關係 當然啦 你會錄到這麼大 你錄到有機會 潘蘇通那樣 有方法的 有人會敲你們的 大家聊聊天 我又想幫你 你又想幫我 於是紅二代 官二代 這這路路 很多人 走出來跟你說 我和你教得怎樣的 那樣東西 只要你這樣就行了 大家一起 攬一起玩 越攬越多人 那就越行 所以 在這個制度之下 越搞得大 反而 危險度越小 因為 壓鍋 撩起 所以不要管他 撩大他撩大他 然後 中間 扔呀扔呀扔走一部分 不覺不覺 那些 救過家族 食 一百世 我和你講 所以最重要 繼續撩大 不要害怕 越撩越大 只有是中央害怕 我們不用害怕 因為一扑街的話 中央就很麻煩 明白嗎 這些就是 中國討好的心態 今天 介紹給你 希望 你收到的東西 又覺得 好東西 學到的東西 你又要幫我 分享出去給你的好朋友 還有點贊 訂閱 好嗎 大家一起 把這個頻道做好去 多謝 拜拜